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韓國戰利品 大概分為了三類 分別有Olive yarn, Daiso, 和衣物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說了Olive yarn 這次我是第一晚已經在Olive yarn 去買一些大家在IG上 大家都說是必買的產品 然後我就得到了一大堆面膜 首先我想推介的是Toridan這款面膜 因為我在第一晚已經是試用這款面膜 我對它的印象非常深刻 覺得它的即時保守效果很好之餘 到第二天其實它的感覺都還在 對於1500來講它的性價比是非常高 大概$8-$8幾一塊 送給朋友做手信也是一流的 然後第二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比較修護的面膜感覺 因為它的精華不是透明的 它是有一點點Cream狀 是真的奶白色的那種感覺 你會明顯感覺到它的收穫力比較強 就不是單純保濕的效果 所以我這款也蠻喜歡 沒有記錯的話 它是大概$2000至$3000 所以也是性價比非常高 之後就是這一款 保濕面膜的保濕面膜 這個也是保濕力超強的 它大概是貴一點的$3000 大概$18一塊左右 保濕程度也是非常高 所以也值得回購和推介給大家 面膜介紹完之後就到髮膜了 有一款髮膜是大家極力推介的 就是這一款 我用完它之後也變成了它的粉絲 因為我第一晚用完之後 已經感覺到髮質明顯改善了 而且它不是只有即時的 那種收穫的 它是用了幾天之後 感覺到頭髮真的滑了很多 所以我一買就已經買了兩支了 我很怕我用完之後會很衝動 飛回去買它 因為真的很好用 那因為對這個牌子大有好感 我就索性買美油的髮尾油 那髮尾油我還未開的 不過我試用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它是非常香 其實兩款的香味都是一樣的 它是有一種很高貴 而且很持久的香味 但它又不是很假的那種味道 所以如果大家去韓國旅行的話 這兩款大家一定要買 這個牌子我對它們很有信心 我還是在歐利加買了些什麼呢 我買了一個維他命C 維他命D 我上網都看到別人說有效果的 而且當時看到它做得 價值9900W左右 所以我都買了兩盒來試一下 就買了它的磨砂 這款磨砂其實在香港也會有的 不過我看到它在韓國賣得便宜一點 所以我就上手入貨了 都是因為牌子的合影關係 買了一個Toridon保濕的精華 其實就是那款面膜上中的精華 非常有保濕口果 沒有味道 也非常容易吸收 我都挺推介這一支 如果大家去Olive Garn的話 也可以入手一支 我在Olive Garn買了三包這款 大家都說好吃的零食 其實它就是一個Bagel Chip 就是有新鮮的Bagel 做成一個Chip 我買了回來都還沒吃 現在可以跟大家開箱來吃 我買了三款味 一款是粟米湯的味 一款是Choco cinnamon 就是巧克力肉桂味 還有這一款就是Chip 首先開箱來吃一支 這款真的大家都說大推 那它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在做特價 還是它可能一直都是這個價錢 它就二千瓶 買二送一 它裡面就是這樣的 好 那我首先試吃一下 這款是蒜蓉牛油味 來吃這個 非常脆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而且它的味道做得很好 不過我覺得它不是好吃到 是Bagel的Chip 也是一款很脆的餅乾 但是是好吃的 如果大家送給同事 朋友 用你手上都非常好的選擇 好了 之後就到Daiso Pina Daiso我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首先出場的就是 這兩隻杯 它都很漂亮 顏色配搭 雖然它不是Made in Korea 不過我覺得 它是12元一隻 即是二千瓦一隻 在哪裡找 所以我也不考慮 直接入手 它的造工也挺漂亮 而且配色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也忍不住 買了兩隻杯 之後我就買了這個 非常人性化的 就是一個手套的除塵紙 你就是插一隻手 然後你可以把一些 洞洞的塵和頭髮 都可以衣服在這個除塵紙上 普通的除塵紙 和吸塵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死角的 所以這款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一次螢幕已經有12塊 我剛剛也試用過 頭髮和塵真的衣服得不錯 而且你真的變成一個 隨身的除塵紙 你看到這裡的洞洞 你看到有塵紙 有頭髮 你就可以把手放進去 它就可以把塵紙吸進去 所以我很後悔 為什麼沒有多買幾包 這個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買給身邊的朋友 他們一定會很喜歡 而且很感謝你 我只買了一包 就很後悔 一定要買 這個大量入手 然後就是一些 垃垃垃垃的東西 例如買了一個杯墊 都是一千瓦 即是六塊 上面有一個黑紙 還有一個麵包型的杯墊 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買了 我用來擺筷子、匙巾 只有三千瓦 即是十八塊 因為家裡有需要 看到它的款式也挺漂亮 所以就入手了 最後在Daiso買的東西 就是這個 凡士林的面膜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覺得它挺有趣 我還沒用過 不過聽我妹妹說 她已經用過 她覺得非常滋潤 她不是保濕型的 她是一種滋潤 修護型的感覺 但她當然不是整塊 凡士林的質地 油膩的搭上去 總括而言 她也覺得一千瓦 即六塊是好用的 而且她也會再回購 然後就插播一下 一些化妝品的系列 這次我買了兩支唇膏 這兩支唇膏 都是大家推介的 就是HERROR的DUDUDE唇彩 我買的兩種顏色 就是422和432 432就是我今天嘴上的顏色 它大概推完水 就有二十多元一支 我覺得也挺好用 我很喜歡一種DUDUDUDE唇 很有光澤的感覺 當然它是沒有味的 我也挺喜歡這支 而且它真的可以做到一種 很有光澤 很想人家把人的感覺 而且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慢慢選擇 好 繼續插播一下 就在GS25買了的這款聯繩 Hershey它的朱古力牌子 就出了一個年糕批 我都沒試過 立即和大家試吃 這個我在GS25見過一次的店駱 都可以入手 它一盒裡面只有四個 試試看 嗯 很好吃 連那批大家都知道很出名 它再加上Hershey這個朱古力牌子 它的朱古力味很濃 也有一些杏仁味增加口感 它的朱古力味不是一下子爆出來的 是到最後你才會嘗到它那種濃厚的朱古力味 突然湧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在便利店看到它 都可以入手 最後就是伊麥片 這次我是韓國的伊麥片 理由這一大袋 我最主要買衣服 都是去高速巴士地下街 因為尼大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尼大已經是一個廢墟 它基本上只有一兩間衣服 所以都買不到什麼 STAR101 即是明洞尼大也有的 一間好好行的衣服 都已經沒有了 都已經收拾了 都還沒開 所以我最主要買衣服的地方 都是高速巴士地下街 我去的時候 大概是十月中 它還沒換貴 即是不是很厚 很長的衣服 都是薄長 衫衫為主 介紹一下幾件 例如是這些 都是很基本款的衣服 但其實2萬元 即是82元 都是Made in Korea 它的質地很軟 而且很舒服 所以都很值得入手 其實是這種比較校園風的衣服 然後韓國很流行 啤啤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啤啤紅 我對啤啤紅 都是有點招隔不住的感覺 我買了一些關於啤啤紅的衣服 這件好像只有1萬元 即是69-70元的錢 然後它的衣服 都有很多啤啤紅的元素 韓國也是買衣服為主的 例如1萬元好像有七對的衣服 有不同顏色 自己選擇的 例如明洞 雲大 然後地下街 都一定有買衣服的店 西裝褲 灰色這種西裝褲 就是長款 闊身一種 我看到街上也有幾個韓妹 都是這樣穿 所以我也入手穿了一貼 居家服 其實都是1萬元 Made in Korea 不管了 各款都OK 買了 然後它還是很流行的襯衣服 襯衣服 有字 有標誌的衣服 所以我也買了一件來做搭配 男妝也是從啤啤元素為主 基本的T恤 也有一個啤啤 然後襯衣服也是 啤啤 給我男朋友 最後就是Shopin 又買了關於啤啤紅的袋 還有這一款手抽袋 它是側什麼都可以 然後手環都可以 例如秋天可能去野餐 去一些郊遊 我覺得這個袋的容量 或者甚至乎去旅行拿相機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容量 買了一頂Catmol 其實很基本款 都是一種橫色配一個Navy的顏色 Catmol你要戴得好看 但是一個模型配合的頭型 其實也是一個藝術 所以我遇到這個 我覺得已經戴得OK 所以我就入手了 以上就是今次的 荷雲國戰利品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我最推薦大家買的就是 面膜、髮膜和流動的除塵紙 真的很好用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還有下面留言告訴我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我是未入手 等我下次的時候 就可以分享給大家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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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